当地时间7月6号下午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菲亚下榻饭店会见爱沙尼亚总理拉塔斯。 李克强首先祝贺爱沙尼亚共和国独立100周年,并表示,中外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,中方愿同爱方密切高层交往,巩固政治互信,为双边关系提制升级,奠定坚实基础。 李克强指出,中方赞赏爱方,积极将自身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相衔接。 当前,中爱在能源、新业态、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取得新成果。 中方支持本国电商企业同爱方加强合作,欢迎爱方积极参与中欧班列建设,愿加强农业、交通物流等领域合作。 希望双方弘扬传统友好,加强人稳交流,夯实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。 拉塔斯表示,爱中关系发展势头强劲,能源、第三方市场等务实合作顺利推进。 爱方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互访,继续挖掘合作潜力,加强一带一路建设,中欧班列和互联互通项目合作,以及电子商务、数字化等新兴产业合作。 爱中在农业领域有着很好的经验交流,欢迎中方进口爱方更多优质农产品,愿加强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。 肖杰、何立峰参加会见。 肖杰、何立峰参加会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